哈喽 欢迎您加入TVBS1800新闻1.0 今天是由我又萱来代班 今天是大年初六 还是要跟大家说声新年快乐 那么首先我们的新闻一开始 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在昨天金门是发生了一艘陆籍渔船 因为呢他们是越界之后 海巡要求要强制登检 没有想到呢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因为这个渔船蛇行的关系 最终是不慎翻覆 还酿成了两人死亡 只要遇上陆籍渔船越界 海巡就会追上前 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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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上东北季风时期风大浪大 每一次强制登检 都像是在走钢索 船长现在在手心中 惊喜的场面除了面对风浪 登船时更可能会遇上 现在入船拒捕拒捕 翻庭卸在此时强势待谱 竟然是手持武器想要攻击 海巡人员几乎真的都像是在博命演出 偏偏这回就像往常一样 追捕这一艘没有名字的越界快艇 却出了意外 14号下午1点多 就在金门的北定岛东方海域 约1.1海里 其实他们已经越界 来到了禁止水域线内的0.5海里 海巡依法可以强制登检扣船 结果他们为了逃 翻船酿两死 错不再错于我们的海巡 因为他们大陆预算越界 原本就是他们的不对 这个海巡本来就要硬起来 这个是维护主线 然后再向上互移行动 海巡署目前也在积极还原整过程 根据了解 快艇有外挂两台悬外机 速度可以拉到30到40节高速 其实早在事发当天前 都已经有不少渔民 发现他的综艺 海巡前往查气后 发现他们不是福建的渔民 是四川跟贵州人 一次为了讨生活 才会冒险出海 就是贪图在台湾海域的这些渔货 尤其冬天会有黄鱼 乌鱼以及黑雕 价格都很不错 不少陆籍渔民才会屡屡越界 但只要被逮到一次 不仅渔货全数要海抛 船主更得要面临最高60万的罚还 Tv的新闻 王云亭歇轮金门采访报道 好 先前我们曾经有报道 在台北市信义区发生的谋杀故故案件 在今天下午又再次开庭 而号称是华尔街女神的成姓女子 她是低头走下球车 走进台北地院开庭 至于她的另一位共犯 则是神称说自己因为痛风 没有办法走路临时请假 但也能关心日前呢 在台北市信义区是爆发了大嫂 为了要争夺上亿元的家产 是伙同了自己的女儿跟两名的共犯 要来杀害小姑 也造成说呢 这名小姑虽然是命是捡回来了 可是她的颜面是需要重建的 目前整个事例是严重受损 而在今天呢 这个华尔街女神陈丽婷呢 她是透过了球车来到了现场 但是呢公开审理的部分 她强调说呢 需要律师月券之后才要来开庭 也因此说公开审理的部分 她今天是没有开庭的 另外一名共犯呢 詹顺雄 她原本今天是没有请假 预计会倒庭 但是她却在今天一早跟律师说呢 她因为痛风是没有办法倒案的 而再您来回顾呢 这整起的案件 其实在这个月的一号呢 妈妈才来开庭 强调当初来的两名共犯呢 都只是水电工和被害人小姑 其他的男友三个人 发生肢体冲突才会被拉开 否认有伤害对方 而被害人的小姑的外甥 也向我们表示 目前呢这个她的小姑呢 生活的起居 都是需要靠人照顾 因为颜面需要重建 骨头碎裂 连势力都受到了影响 几乎已经看不到了 根本无法走路 只能靠人搀扶 而前犯母女两人呢 还有共犯 仍然没有悔悟 就连透过律师道歉也没有 让他们家属呢 是难以接受的 也希望司法能赶紧还给他们公道 来看到另外一起案件是发生在台南市安南区 经传了公园的埋婴案件 而今天呢 检警会同法医来解剖女婴的尸体 而到底她是在掩埋之前是生胎还是死胎 现在呢已经采集相关的检体化验 结果预计会在一个月之内就会出炉 参与女婴解剖过程后 女婴妈妈低头沉默不语 她被医生母杀婴及遗弃尸体罪送办 准予2万元交保 警方调查发现31岁的她 6号晚间8点多 自行在家中产下女婴之后 直到10点多才出门动手埋婴 似乎曾历经一段时间的内心煎熬 而她进入公园之后 一度抱着女婴来回舵步 坐在公园的阶梯上发呆 最后才进入溜滑梯的碎石地埋婴 前后愁搓了近一个小时 到底女婴被掩埋前是死是活 检方15日会同法医解剖相验 初步发现该婴儿并无其他外力伤 遭弃至于公园前 是死胎或活胎 法医研究所进一步鉴定 检方已进一步采集女婴脏器切片 送交鉴定 报告一个月内出炉 死了婴儿的话 她没有呼吸 所以胸尾会比头尾还要小 如果是火的话 因为她有呼吸 所以胸尾会比头尾还要大 解剖的时候 如果肺部里面有空气 那就是活了30分钟 未到12场都有空气的话 那就是活了两个小时以上 如果到大厂都有空气的话 就活了12个小时以上 女婴埋公园两天后 才被一对母女发现 当时妈妈虽然讶异 仍镇定对女儿说 碎石堆中露出的头部是假的 然后报警 公园埋婴令人震惊 妈妈群对于这个公园 并尽而远之一般民众也尽量避免在晚上前往 PVBS新闻谷守苍 谈谈报道 好要为您插播一则最新消息 也就是原权律师陈俊翰 在刚刚已经由这个民进党党中央 证实不幸辞世了 那么陈俊翰其实日前才遭到这个脱口秀 节目来宾善笑引发讨论 而且他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 也是有被列为民进党不分区立委的候选人 没有想到呢是传出不幸离世的消息 而行政院院长陈建仁也表示 非常的痛心遗憾以及不舍 另外我们要带你来看到的是 今天如果您是中南部的观众朋友 您在抬头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一架飞机低通飞过 而且上头可能还会写着NASA的字样 而这确实是头一回有NASA的弯流飞机来到台湾 而且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要进行空瓶的飞航实验 快抬头飞机低空飞过台南上空 仔细看机身上有NASA四个大字 没错这是头一回NASA弯流飞机来了 NASA817 Heavy DC-8 Opass Runway At 3.2 难得一件的飞机飞来 这是环境部和NASA进行的亚洲空瓶飞航实验 接下来这架飞机要转往韩国 要看近期还有两次在2月底和3月 当然就是要观测空气品质 提供更高解析的精密资料 绕着中南部连续三个椭圆状这样的航机图 很少见吧 气象专家彭启明说很感动 因为这是中央大学大气系林能辉教授退休前 说要做的大事 因为过去测量空气品质多是从地面 现在变成3D空瓶实验 可以解析地形大气环流空气污染物三者相关系 但就算有数据 未来空污的改变 空污的改善 还是很大部分跟国内的产业 跟国内的能源的结构 包括能源政策 那有密切的关联 政治面台美受限 软性能源一提 台美合作突破加一 TVB的新闻李国正宁作恒台北采访报道 好来看到美国堪萨斯市 他们原本是在庆祝这个超级杯 已经是二连霸夺胜了 原本是一个非常开心的游行 没有想到却发生了大规模的枪击案件 而且当时呢 现场是有超过了百万人都聚集 透过画面就可以看到呢 当时听到这个枪响的时候 非常多人都快速的逃窜 现场可以说是非常的混乱 而且有一名疑似是枪手的男子 当场就被附近的目击民众给合力压制了 一连串多道数不清的密集枪响 地面上满满穿着红色衣服的人群 有些还没反应过来 但另一边 已经有人开始往车站出口冲 紧急出散 镜头来到车站门口的主舞台 一大批警察拿着枪 穿上防弹背心 陆陆续续赶到 原警往内冲 球迷反方向往外跑 跨过围栏 还有人蹲低找遮蔽物躲在后面 美国超级杯 堪萨斯酋长队封王游行 竟然发生大规模枪击 住在附近高楼的民众 亲眼看到枪击混乱现场 事情就发生在游行路线的终点 近百万庆祝人潮 在游行结束后 聚集终点联合车站的主舞台 却在这时候传出枪响 枪击地点就在主舞台旁边 目击着回忆惊险当下 而开枪后 一次枪手制服画面也曝光 当时旁边民众合力把人压在地上 才让警方赶到后 直接上前逮捕 好 今天虽然是我们台湾开工了 不过在大陆的春节假期 依旧是持续的 所以在这个不少的旅游观光景点 都涌入了人潮却也发生了意外乱象 像是我们来看到在江西庐山呢 就有上百名的游客 因为不满这个观光车等待的时间 实在是太久 居然是集体喊着要退票 另外像是在河南洛阳 则是发生了钢索桥 侧翻的警醒意外 河南洛阳网红钢索桥 无预警侧翻 数名游客头下脚上 倒挂在数十公尺的高空中 还有人紧抓安全神 一动也不敢动 等待救援 洛阳龙潭大峡谷的网红桥 是建在峭壁上的钢索桥 全长88公尺 2023年7月才通过安全检查 怎么不到一年就发生侧翻情况 原方这样解释 虽然把主要责任推给游客 但钢索桥已经关闭进行检修 大陆春节廉价放到初八 著名景点乱象评传 山西舞台山游客直级 游客中心提供的免费桶装饮用水 是从女侧水龙头装的 让她痛批实在太恶心 被抓包在厕所装饮用水后 武台山解释 园区内的自来水都是山泉水 水质比较好 工作员员和当地居民都是这样喝 同样觉得自家水质没问题的 还有武汉的圆伯园 游客嫌弃圆水池又脏又臭 是臭水沟 官方不服气 自己也拍影片 用干杯挂保证 池水肯定干净 镜头还特写水中有小鱼游动 有网友评论 这样辟谣够给力 但也有人认为眼太大 反而让人观感不好 TVBS新闻程序李敏珍综合不懂 好今天我们的Trainna观察呢 是要来看到的 就是在福建的这个地方 我们在画面当中呢 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当地呢 是赤资了2.1亿元的金额 来打造这个非常金币辉煌 而且可以看到 新娘挂满金手镯的这个奢华婚宴 现在呢就网传说这个新郎 根本就是珠宝公司老凤翔的董事长儿子 没有想到呢 这个最新的状况是福建省的互联网辟谣了 他说这些相关的内容 根本都是非常严重不实的情况 因为呢新郎家虽然是从事所谓的黄金珠宝行业 但根本就不是老凤翔董事长的儿子 而且呢 说这个号称2.1亿的人民币 大概是9亿元台币所办的这个婚礼 也是2013年的旧讯息 所以说以这种天价婚礼要来博眼球 来赚流量散布这种假消息 是不是大陆官方也会做出一些相关回应呢 所以今天我们要请教的是向如姐 在大陆相关这边会做出什么样子的处置 好的优先你知道吗 其实啊就在今天的时候呢 大陆他就公布了就是有一些知名的网红呢 就是已被封杀了哦 好那就回应到的 你刚刚所说的那一个的话呢 其实现在他们对于打假这个动作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用力哦 好我先来讲一下刚刚说的那个知名网红的话呢 他叫做铁头 然后呢他在抖音上面呢有513万的粉丝 然后他之前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他用AI 然后呢生成了一些影片 然后散发了不实内容 所以的话呢就是后来被查证了 就觉得说那你这样子的影响呢非常的大 于是呢就把他封号了 那我还记得在之前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也是类似像这样子哦 那但是怎么样子呢 在之前的时候呢有一个假新闻 一个外送人呢 他呢就是他号称说他的连车代餐 全部通通都被偷了 于是呢这一名女外送人呢 他就戴着平台的头盔 然后呢他是穿着短裤露出了白皙的大长腿 然后呢穿了一件oversize的一个T恤 然后他就背对着镜头 然后呢就在马路边边呢 他就开始又垂胸顿足 然后呢又叫又哭又跳的 反正就表现出哀痛欲绝的样子 然后他在短短的大概八九秒钟 于是呢在网路上面呢就迅速的翻红 都没有看到脸哦 但是呢就是光从他背后的话呢 因为他就是留了一头长发嘛 然后呢就是不是你印象当中的外送人的样子 因为他是穿着热裤 好那影音的转播速度呢非常的快速哦 所以呢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了 后来的话呢当地的警方呢就发现抽丝剥茧 发现到了原来呢是他的老公呢 有教导他怎么样子来演出了痛苦感 最主要的就是要博取点阅率哦 好那你会说那那那那怎么样发现呢 因为他们就掉了监视器以后呢 就发现到在同一个路口的话呢 就有发现到他的老公告诉他说 你要跳啊你要叫啊你要垂胸顿足的感觉啊 然后呢那一位女网友呢他就跟着一起做这样子 后来的话呢就约谈道案了 那一位女网友呢他就说他认为这个东西 反正就是自己发的好玩嘛 也不会去伤害到任何的人 所以他不晓得这个严重性好那也许你也会觉得说 嗯所以他的严重性是什么好首先的话呢 如果你发布的这些不实的假消息 即便呢你就只是一个外送员连车带餐被偷 但是呢这会影响到什么影响到当地的治安 还有再来的话呢就是民众的观感 还有一个呢就是未来游客对这一个城市的印象哦 都有非常严重的影响 再退一步来说的话呢 这一个影片的话呢如果你是造假的话 那么对于当地的警方形象可以说是有非常大的伤害 优萱 好像我姐刚刚有网友跟你打招呼 还有人说是不是也剪了新发型 哦对 过年迹象是不是 网友都是有在关注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回到来看到的是 我们接下来下一个题目要来讨论的是 在过年期间我们来看到这个大陆居然有出现 这个复刻45年前的老照片 因为在过年的时候大家当然就是兄弟姐妹 可能都会团聚嘛 在浙江这个六姐弟呢 他们是这个照片呢是他们小时候一起拍的 而且呢当时拍摄时间是在1979年 当时最小的妹妹还不到一岁哦 不过呢时隔45年他大家大家在摆出同样的动作 而且呢摆在同样的位置 所以呢这张照片也意外了爆红 大家想说哎这时隔近半世纪再度出现的画面 也获得了1.2万次的这个点赞数 就网友讲到了说哎这个万家团圆的新春佳节里面 能够齐聚一家人真的是非常的好 那我们也确实刚刚过完年嘛 想问一下说上午姐在大陆的这个过年期间 有没有出现一些新的现象呢 嗯从刚刚的那个老照片啊 其实你就可以发现到了 哎其实很多人呢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哦在记录时代的改变 好举例来讲的话呢像出行 以前的时候呢 哎不要说以前的那个以前的话呢 不过就是12年前哦 哎你从那一天一夜你要坐绿皮车 然后呢到现在的话搭高铁搭高铁的话 现在可能就是各位数的时间你就会抵达了 从大陆的南到北哦 好那除了这个的话呢 还有再来就是说你以前的时候呢 买票你要非常辛苦的去排队 然后呢你要跑断腿 但现在的话呢 你就只要在手机上面哎就点一点 那点一点就抢票嘛 对不对然后呢哎就可以了 还有再来的话呢以前的时候呢 因为就是毕竟交通不方便啦 然后你要大包小包的 对呃包括了什么 当然现在的话还是要大包小包的 但是呢所携带的东西呢 其实跟以前已经不太一样了 现在的话呢其实已经变得非常的简便了哦 最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因为交通的便利 还有再来的话呢 这个大陆这边的话我可以应该分享一下 就是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呢 我去采访做大陆的绿皮车哦 那个时候的话呢 其实是从广州到山西的一个地方 然后呢因为正值就是春运期间嘛 于是呢你就会发现到厕所的改革 哦那个厕所真的是 当然没这个我想任何人去的话 应该特别是女生 应该都会印象非常的深刻 其实呢在十二年前的时候呢 广州车站的厕所啊 有很多的门 他们基本上是坏掉的 呃对他就有门 但他坏了 然后呢你会发现到呢 有的时候他没有办法锁起来 或者是呢有的人干脆不锁 因为厕所女生一定是大排长的 我指的是十二年前哦 然后呢好不容易排到了我的时候呢 你把门推开 呃你知道吗里面挤了两个大妈 对他们两个人呢一起上一个厕所 为什么因为外面太挤了 没有办法 等到了再排盖的时候 那可能别人会见缝插针嘛 你就就就就就没有轮到你了 然后呢再来的话呢就是就是有的就干脆当公共厕所使用 就是他就不关门了 对好那现在的话呢 当然此一时业 彼一时业 现在完全就不一样了 现在的厕所呢大陆的厕所 因为他们在几年前的时候呢 进行了一场厕所改革 所以的话呢 各个地方火车站 包括了高铁站那些地方 他们的厕所就是非常 就是现在的话呢非常的好 还有再来的话呢 以前的时候呢你是单向回家过年 那现在的话呢就变成什么 就变成到处都是团圆节 为什么呢 主要的原因 当然还是因为交通的便利所带来的 还有就是很多人呢 他们会觉得说 我以前的时候都要回老家过年 那可不可以爸妈返向 也来到北京或上海过年呢 这样子相信之下 好像票价也会变得比较便宜一点 是 确实在大陆也出现一些 不少新的这个过年的现象 那我们这一节就谢谢向如姐 来为我们做的分享 谢谢优萱 谢谢大家 好 接下来我们持续要来看到的是 大陆虽然现在是继续的放这个春节廉价 但是其实也是进入到了尾声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海南三亚的机场 这个单日的来客量 居然是超过了11万人次 所以在这种机位 非常一票难求的情况之下 机票的价格居然一口气涨了十倍 年均气温22到25度的海南省 每年春节都吸引不少游客 去壁东过节 大陆疫情常态化后 第一个过年长假 饭店平均入住率达到八成 高空跳伞业者感受到客流明显增加 像春节之前 我们这儿的日均客流量在30人左右 然后春节期间呢 我们的客流量达到了100人甚至更多 大批大陆游客挤到海南 不过眼看年假2月17就要结束 许多人开始订返程机票 惊讶发现票价涨了将近10倍 加开航线 协调航空公司换用大飞机 因为目前海南返程机票一票难求 陆媒封面新闻报道 有游客分享到三亚玩时 机票才1000人民币 返程涨十倍一张破万元 购票平台也能看到 年初六海南飞北京的机票 从原本3000多人民币飙涨到13000以上 官方数据显示 2024年春运 海南客流整体同比增长超过30% 由于三亚机场部分机位 正在维修增加运力困难 各航司建议游客避免从三亚直飞 可以从海口离开 大陆网友则提出曲线回家攻略 建议游客买三亚到南韩首尔的机票 在北京上海转机时直接终止旅程 这样即便是商务舱 机票价格也只会落在4000人民币上下 TVBS新闻程序 林敏珍 综合报道 好 刚刚看到包含Lukas还有William Shea 还有X-Man都说 海南岛好像蛮不错的 不知道有没有网友有去过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去海南岛的经验吗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工作是被科技取代了 像是在这个肯德基呢 就有一个无人机来自动的配送餐 到底会有多便利 带你来看 过年期间请放心 数字分身小雨将代替雨晨 只好联播每一般 主播台上女主播情绪表情 语音语调肢体动作自然生动 许多人第一时间没发现 她其实是杭州电视台农年春节推出的AI主播 Ai主播负责棚内播报 让本尊可以回老家过年 杭州电视台以两位真人主播为蓝本 采集声音表情 春节第一次启用AI数位播报 同样科技取代人力 深圳肯德基最近则是和美团无人机合作 消费者只要到指定的无人机降落点点肯德基外卖 装好的餐点没多久就会从天而降 在景区或者是在公园点外卖都特别不方便 但我觉得现在有这个无人机的话 就给大家特别方便 然后送的时间也非常快 业者介绍无人机送餐不怕塞车 比传统配送模式提效将近150% 更能保证食物还是热的就送到顾客手中 目前负责外卖的无人机 最大载重2.5公斤 最远配送距离10公里 飞行时速最快83公里 未来将锁定大学社区增设更多站点 TVBS新闻程序 林明珍综合播动 好科技可以说是真的是越来越方便 我们刚看到的是在杭州的AI主播 以及在广东的这个广东 以及在这个深圳的相关无人机的配套措施 所以呢刚刚也有人讲说 相信右萱是真的 没错我们并不是AI主播 我们是真人在这边直播 跟大家互动讨论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 刚刚有不少人在讨论的网红 从晚安小鸡还有阿闹 他们到这个柬埔寨直播的时候 声称说招人殴打还有抢劫 不过呢在经过当地政府的调查之后 才发现说原来根本就是闹剧一场 现在他们也坦诚说这些拍片呢都是造假的 主要就是为了要吸引流量 而且呢在他们的房间里头也搜出了 包含像是鬼面具军人的迷彩服以及假枪等道具 柬埔寨警察排排站由西港省长主持记者会 主角是这两名黑衣男子 台湾网红晚安小鸡和阿闹 双手上靠眉头紧皱 自导自眼风波让他们如愿爆红 登上国际媒体版面 就是这段直播影片 晚安小鸡自称到凯博园区探险 遭人袭击殴打还抢走财物 治安问题引发网友议论 检国警方为了厘清真相下令找人 一天后就抓到小鸡 警方公布逮人照片 除了晚安小鸡以外 网红好友阿闹也是共犯 一起跪地上靠 他们的房间内被搜出满地的鬼面具 有的戴假发 有的面目猙獰 这些都是拿来骗流量的工具 脖子也被绑住 手也被绑住 然后后来都刚刚有一个人进来 跟他们讲节目在语 我听不懂 然后后来里面两三个拿枪的 说要把我放走 报平安时穿的破衣不是被扯破 而是自己剪破 警方还查扣打他的假军人 穿的迷彩服和长枪 被抢劫的钱其实都还在 其他包括葬礼布曼 鬼娃娃 还有地上四个大行李箱 这些道具统统被没收 根据了解 他们还跑到金边的饭店 赌场拍摄闹鬼影片 还没发布就被查扣 背带是坦诚 为了吸引流量 玩小记的个人抖音 又高达五百万粉丝 这样做让大众感到害怕 也让外国旅客困惑 在伤了柬埔寨的国际形象 恐怕是暂时回报了家 检国警方将朝煽动歧视 提供虚假申报 非法干涉公共职能之行使罪 偵办 两名网红在当地缴完罚金或服刑完后 将被驱逐出境 闹了国际大小话 TV的声音 吴军的检议席特别报道 好看到网 大家留言讲到说 像威廉安雪说弄巧成拙 而大又持久讲说装神弄鬼 确实哦 这样子的话 大家真的是不要模仿来学习效法 因为呢 这样子可能会影响到当地的治安 而且也会对大家 对于柬埔寨的形象有所影响 好接着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在新北市有一名的驾驶 清晨是开着马沙拉蒂出去 但是他在通过路口的时候 居然就失控自撞 造成了26辆的机车都遭到波及 没有想到在经过调查 就发现到他酒厕值0.75 而且他还是一名同期犯 才准备通过路口 就被旁边呼啸而过的白车 吓了一大跳 整只下一秒就听见碰的一声 那台车往路边自撞 还扬起大量烟尘 监视器更拍下 当时有路人刚过马路 要是晚个几秒就会被撞上 惊险瞬间白车还弹回马路中央 转了好几圈 驾驶是他 蹲在路边这名男子身上飘出浓浓酒味 他撞回的是马沙拉蒂 要价数百万的海神 严重毁损到处都是车壳碎片 更惨的是路边这一整排机车 被撞得东倒西歪 好几辆几乎成了废铁 当时是清晨五点多 有些汽车车主住楼上 提前声响下楼查看 开工日没办法汽车上班 车主们无比傻眼 算一算新北市永和中山路路边 至少二十六辆机车遭到波及 还差点撞到人 这名二十八岁的真心驾驶 没有大碍 自行脱困还能走到派出所报案 却被撤出酒测值高达零点七五 当厂一公共危险送办 但不止如此 他更被查出居然市民诈欺通气犯 后面就是都被撞掉 磁砖都被撞掉 然后整个柱子这个都被撞了 第一天市营院 就遇到这件事情 让我很傻眼 被波及的还有旁边的饮料店 第一天市营院招牌就被撞毁 曾信驾驶工程 他原本是到轰炉地来拜财神 接着到朋友家喝酒聊天 以为酒退了才开车返家 现在不止得跟自己的马沙拉蒂说拜拜 还得赔偿二十六台机车车损 拜完财神反而大漏财 TVBH讯讯谢谢新闻观音 七美食不道 好另外有台北市驾驶开车行 惊验隧道的时候遇到警方来拦查 第一时间他配合停车 但是一摇下车窗就飘出了浓浓的 这个毒品的气味 所以他立刻就把毒品交给警方 没有想到他直接直踩油门 还冲撞了零检站 坐在超商讲电话 白衣男突然被大批远警团团包围 多到这种情况还想问为什么 频频向装傻远警随机拿出搜索票 黑色包包一搜 有毒品和吸食器 白衣男这下是无话可说 他会被玻璃师大人盯上 全因为日前经过零检站 第一时间配合停车 但当远警发现车内疑似 藏有毒品器具 他乖乖交给远警 竟然直踩油门当场开流 这一冲撞差一点就波及 巡逻远警场面相当惊悚 警方当时就在这个路段 实施酒驾蓝茶前屋 就拦到一辆轿车 而当时远警就从车子里面 已经闻到浓浓的毒品气味 更在副驾驶座 看到有毒品的工具 没想到这名驾驶 直接冲撞蓝检站 不服盘查 年月40岁的装姓驾驶 半夜在辛亥隧道前 开着小轿车 撞开了远警的三角 追驾车逃逸 警方售后申请搜索票 上门抓人 将之前查扣的 安非他命软管 和毒品分装勺 进一步化验 里面含有微量的毒品成分 依照毒驾修法 只要验尿或是验血 查出毒品或麻醉药品的成分 超过一定数值 将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要是智人死伤 最终可以判十年有期徒刑 另外不止酒驾会公告 嫌犯的姓名和照片 只要十年之内 有两次毒驾或是据册累犯 当判决确定统统也会公告 在交通局官网 男者这回虽然不算毒驾 但当初藏毒怕被抓 冲撞拦检站 警方这回找上门 除了扮他毒品罪 连同妨害公务也移送 向逃没得躲 TVBS中影的理解 台北总统 好 新春开工第一天 立法院长韩国瑜 他并没有到立法院 根据幕僚的这个透露 他其实是在外面是跑行程的 但是立院的议事攻防 其实早就开始了 原因就是出在过年之前 引发的瘦肉筋事件 现在国民党打算要提案 要求行政院院长 陈建仁到立法院说明 大年初六开工日 立法院长韩国瑜 一大早没有进到立法院来 根据幕僚私下透露 他是去跑非公开行程 一整天没看见韩国瑜踪影 不代表开议前议事就先暂停 开工第一天 国民党先出招要行政院先来报告 猪肉怎么会有瘦肉筋 17号我们希望能够开零食会 但是我们也尊重韩院长 明天所召开的朝野协商 国民党团已经ready 要为我们全国的国人 一起共同来打拼 你既然开学了 你就不需要含羞 不需要鼠羞 因为我们就正常来上课吧 虽然国民党不能照表操课嘛 民党认为下周就要开议了 到时候再报告也不迟 但民众党似乎不这么认为 如果你的报告马上就出来 然后相关官员出来解释得很清楚 那也没有什么要 再特别开临食会的问题嘛 所以今天的问题是 民进党能不能提出一个 大家都可以信服的解释 说问题就在于 中央不能给国人一个交代 似乎对于提前专案报告 没有说no 国民党跟扬言 如果朝野协商破裂 陈建仁不来报告 那2月20号开议走着瞧 民进党团要好好思考 国人要看到的是论述 是主张 是民进党政府回应民意的速度 这当然显然是为难了韩院长 那临时会这件事 就是一个假议题啊 要国民党不要为难自家人 民进党立委笑说 原以为韩国瑜上任后 第一次朝野协商顺利拍板开议日期 没想到意外让自家人破防 多抛了个专案报告的难题 而选举才刚过 不过现在其实蓝绿都开始在备战 2026年的地方选举了 因为像是高雄市长陈其邁 还有台南市长黄伟哲 他们都将要借卖 所以现在像是在赖清德的本命区 除了有他的子弟兵邻郡县以外 陈廷飞他也喊话了 要有初选的制度 才能派出最强的人选 我听说是走球的国手 厉害 好开心 这好记忆力 让党工笑容满面 新春开工第一天 赖清德到各楼层发放红包 直放眼2026百里侯布局 新北台中侯友宜卢秀燕 张建满谁要接棒 总教练一派轻松 我们每一个地方都有好多年轻的人 好多新的世代都是接班人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怎么不问高雄呢 高雄不是年轻人 而且是不是不能马上讲 自己Q隔壁的柯志恩 就让他尴尬仰头看天 毕竟都已被绿营视为 2026高雄市长假想敌 国民党想翻转绿地 不过高雄可是绿营大本营 传出有意推判工匠的他来出政 年节行程满满满 回屏东老家过年 更主动释出影片 动作平平 直至党内百家争鸣 还有这些人 新潮流局系 有意推举拿下高雄市 最高得票的赖瑞隆 而深耕已久的七连霸立委 林黛化 五连霸立委许智杰 也都被点名 都先不把话说死 而隔壁的台南市 国民党锁定谢龙介 再战2026 而民进党内多人开打 拿下民党最高票的陈廷飞 胡升高 更挂出看板 女力全国第一 玻璃郡线也是热门人选 再人得去与赖清德看板 浙灰挺台湾 选举完人没拆 留下伏笔 民主机制的赖清德主席 也一定会让我们的初选 进行全面 而且让最强的人选出现 台南高雄投过声就过 怎么整合派系 考验着赖清德 TVB的新闻东西 连轩台北长报道 好在留言区刚刚看到 William Share 来这个斗内 谢谢您的支持 而且还跟我说声 新年大快乐 赞助了一把红包基金 也希望您在龙年型大运 所有事情都美梦成真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 在台北市新门捷运站 居然是发生了 博火的案件 而且还是发生在 庆生会当中 这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其中有一名主贤不满 对方一直帮女友讲话 引发他的不满 他就回到了淡水 找了四名朋友助阵 而且还带了两把枪到现场 没有想到呢 对方也不甘示弱 一看到有一群人到场之后 先是开枪了 所以呢 双方的人马就发生了枪战 还造成了四人受伤 人行道上 两名男子被警方团团包围 举起双手乖乖就范 特勤队员拿枪戒备 原来他们前一天在西门捷运站外 持枪驳火 逃了一天终于被逮捕 随身包包就藏了一把枪 警方调查 双方当街连开八枪驳火 情是林姓和汪姓两名主贤 一起参加庆生会 但才庆生到一半 汪姓嫌犯和女友吵架 林姓男子看不下去 出面劝说 双方爆发口角 汪姓嫌犯先离开 回到淡水 等到女友庆生结束 说是要接送返程 却带了好几名朋友驻证 对方献开枪 没想到汪姓嫌犯的朋友反击 两方拿枪互开 酿成四人受伤 前任站外拉起封锁线 满地都是弹壳 甚至还有还没击发的子弹 而在两名嫌犯的身上 搜到一把瓦斯枪 原来另一把改造枪 早就被他们丢在新装的山区 蹲在地上拿着工具 慢慢把车牌拆下来 他不是车主 而是玻璃士大人 巡逻发现 有名车的车牌不对劲 那次状况 一辆又一辆通通被拦查 而这辆BMW轿车 车子的外观 与车籍资料不符 怀疑是AB车 春节情先警方 在北宜公路执行防标 请勿原本是要抓标车组 就发现好几辆的名车 他们都贴了别的车牌 而这辆车并不只是 未到车牌 他连他的型号也造假 六辆百万轿车 一次排开 停在派出所门口 铁链栓不够 远警把手铐也拿出来 紧靠车轮 夜间有远警不定时巡查 就怕车主半夜 偷偷把爱车开回家 农历春节期间天气晴 六辆名车分别在 12号到14号被警方逮到 违规热区就在 北宜公路的胡须湾 除了开除罚单 也当场扣车 远警更查出 开着白色宾市的23岁无形男子 和黑色BMW的诚信驾驶 网购假车牌之外 还在车子型号动手脚 当天将人依照 未造特种文书最遗送 另外这四辆 包括两辆BMW 和两辆宾市车 进口车架的价格 各个几百万元起跳 全挂其他车的车牌 通通被插扣 他为了说这个车子能够继续在路上行驶 所以就会上这个相关的一些拍卖网站 然后购买这个不同材质 新台币大概五千元至一万元不等 这个价值的车牌悬挂在自己的车子上面 然后能够继续行驶上路 名车被扣了大牌 又想趁春节期间上山炫耀一番 这下全数落网 想要合法上路 恐怕得等吊销其满才能领回 新北市淡水 昨天晚上有一辆公车 突然冲撞了前方停等红灯的四辆机车 原来事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 肇事的司机他想要拍掉身上的饼干穴 所以就趁着这个停等红灯的时候 没有想到根本就没有发现 自己忘了拉手刹车 大马路口突然看到画面左方 一辆公车突然失控 直接往前冲撞 前方停等红灯的机车 甚至推撞到马路中 差点就要发生二度车祸 好险横向的车子都在第一时间闪避 整群机车被这样突然一撞 不少双载的骑士和乘客吓坏了 第一时间反应就是赶快起身 从另外的角度看 机车才刚停下来不久 就看到后方的公车开始往前移动 直接冲撞上来 机车被撞到一旁 这时候往公车驾驶坐一看 公车司机怎么是在驾驶车门旁 只见他双手抓着车门 看起来很像是被公车拖着走 到底发生什么事 有网友解答说 司机是为了拍掉身上的饼干屑 结果下车没拉手刹车导致车祸 事发在新北市的淡水14号晚上9点多 还原整个过程 检望料查57岁的女驾驶确实是工程 因为吃饼干想说停等红灯 下车拍掉饼干屑 结果看到后视镜刚好脏了 顺手擦一擦 却没发现自己手刹车根本没拉 整辆车之间往前滑 连撞了四辆机车 真的是好险车祸发生当下 其他车辆都有赶紧减速 否则这后果不堪设想 但这回照时驾驶 原本以为停等红灯 可以下车拍拍饼干屑 几秒钟时间就能解决 结果却还自己和其他人撞成一团 好 接下来转换心情 我们要带你来看到的是 《怪兽宇宙》系列第七部电影 哥吉拉与金刚新帝国 释出了最新的预告画面 其中有大量的泰坦巨兽的决斗场景 而且金刚在里头 这一次是有受到人类的帮助 让他升级了装备 能够足以对抗新的敌人 也让这个大家都非常期待 哥吉拉与金刚和平相处 却出现巨大威胁 还攸关人类存亡 两大巨兽联手对抗 全面开打 是那一个小小小小 我的天啊 这不是只是信号 这就是战争的 全新预告曝光 《怪兽宇宙》系列新篇章 哥吉拉和金刚 面对新登场的红毛金刚 即发射极动光线的未知怪物 人类更用科技之力 为金刚填新武器 最后两个人联合了 这就已经是战争的结束了 他们不必要喜欢一样 我们只需要一起努力 一记铁拳应对 这次也将探讨泰坦巨兽的起源 骷髅岛及各种秘境的奥秘 这回将在三月登上大荧幕 让粉丝敲碗 还有东保第三十三部 哥吉拉日语系列作品的 哥吉拉-1 到底何时能登台 故事讲述日本战后 哥吉拉的出现带来重创 北美十二月上映后创下外语电影 影史最高票房第三名 并在全球突破票房1.5亿美金 折合新台币达32亿 打破由正宗哥吉拉 保时哥吉拉日语系列的记录 官方先追加 推出黑白电影版本 这次还入围第九十六届奥斯卡 最佳视觉效果的提名 气势锐不可挡 目前还没消息 机会在台湾香港等地上映 哥吉拉迷希望有等到的那天 TVBS新闻上汉文 红一亭台报道 有民众在过年期间 发现自己的LinePay 被盗刷了一万三千元 而且进一步追查 发现原来盗刷的金额还更大 总共是被刷了三万四千元 但是他明明都没有做任何的消费 所以他赶紧已经向银行反映这个状况 而资安专家其实就提醒了 有一些动作千万是要避免 像是不要乱点所谓不明连结 甚至连收这个简讯的验证码都要注意 因为一个不小心 可能就会变成诈骗集团的提款机 现在行动支付非常方便 民众绑定信用卡扣款之后 在Line上面都会跳出通知提醒你扣款了 只是如果跳出来的通知 一下子就是一两万元 会不会吓到呢 就有民众遇到了信用卡绑LinePay 竟然被盗刷的状况 民众过年期间滑手机 突然收到Line消费通知 显示2月12号被刷了一万三千多元 商店名称是亚马逊MKTP 当事人觉得莫名其妙 因为自己根本没有在这里购物 网前查询又发现另外一笔 在2月9号被扣款两万元 无预警没征兆就被盗刷 他也通报银行客服申诉 等待银行确认之后 进行款项取消以及换新卡 但他百思不得其解 自己平常不会上国外的网站购物 怎么会被盗刷 直说数位支付带来便利 却也危机四伏 其实不少民众都遇过类似情形 如果没开通知 又没有检查账目的习惯 真的很可能一直被扣款 春节期间诈骗花招 也跟着推陈出新 常见盗刷的手法跟原因 包含卡片资讯泄漏 在钓鱼网页输入资料 点击不明简讯网址 遭到间谍软体攻击 甚至还有OTP验证码被骗取 绑定APP进一步倒刷 而像是LINEBANK也提醒 要特别留意不明连结 刷卡要确认网站的真实性 关闭海外支付 以及设定交易额度的上限 这些小细节都能避免倒刷 民众也要小心 别成为诈骗集团的提款机 台南有民众点了这一碗 这个虾仁炒海鲜炒饭 但是里头呢 是只有一只虾子 还有一块花质而已 就要价120元 您觉得这样子很贵吗 因为引发了网友讨论 认为这个价格似乎不太合理 但在锅里热炒 加上了切丁的虾子 还有干贝 乌鱼籽及樱花虾 满满的海鲜料 看来十分丰盛 这样的海鲜炒饭 一盘150元 你会嫌贵吗 但是就有民众 在网络上PO出了一张照片 说这样的海鲜炒饭 一克120元 就一直没有虾头的虾 和一块章鱼 是不是太贵了呢 我感觉比较少 因为如果百里银 你也放了再加一只 还是还要加两倍 124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对 因为现在物价上涨 民众反应不一 有人说来一克杯子 都比这个还大 也有人表示 应该是过年期间的 正常现象 不过有网友说 只要店家有贴售价 那就不是店家的问题 我们用的虾子是 一斤350元 你用的花枝是一斤200元 你用的你是时尚 你用的电锅是日本电锅 我们在两年前 海鲜炒饭 一盘就是120元 我们没有因为春节期间 开高价钱 店家强调顾客如果觉得 饭太少吃不饱 当下跟他们反应 是可以加饭的 至于其他的店家 如何看待这一碗120元的 海鲜炒饭呢 它的成本大概多少钱 我觉得大概都要 六十到七十 今天小贵 可是因为过年期间的话 没有 因为有那个薪资长 然后有些海鲜 还有长 然后你还要再加上一些水电 它一些瓦斯 汗油的话 其实我是觉得算还合理 其实当次店家门前的餐点照片 也是只有一只虾子一块花枝 价格表示清楚完全没问题 他们强调用料着重品质贵不贵 见仁见智 TVBS新闻顾首昌 探探报导 高雄市长陈其迈 在昨天情人节的时候 PO出了一段影片里头的画面 是黄色小鸭 但是她的配乐是一个 泰勒斯的love story 也让网友歪楼留言说 难道是在暗示泰勒斯 要到高雄开演唱会吗 都已经过了情人节 但高雄市长陈其迈 IG这段影片却持续发烧 还吸引粉丝疯狂留言 原来有人听出配乐 正是天后泰勒斯的love story 因此立刻许愿 希望邀请他到高雄开唱 但也有人认为 这是市长在暗示 难道泰勒斯要来了吗 也获得陈其迈 以笑脸及爱心回应 放个音乐暗示一下有可能 有可能是在预告之类的 要不然不会这样放伏笔 外界会热烈讨论 就在于二月份陈其迈 还曾贴出探班侯法艾德的照片 当时除了感谢主办单位 还提到跟对方CEO相谈盛欢 而恰巧泰勒斯这次的亚洲巡回 刚好就是同一间公司主办 因此被认为搞不好 私下早有运作 根据泰勒斯今年度的世界巡回计划 除了二月份将在日本及澳洲开唱 三月份到新加坡 接着五到八月份 四个月时间都在欧洲各国巡演 直到十月份至年底 再回到美国及加拿大 唯一的空档就只有最近的四月份 以及九月份 根据以往经验 一场国际级的演唱会 渴望帮高雄市 带来约五亿元的观光商机 因此除了四月份石成泰感 九月份也因市运组场馆党期而满 今年度恐怕希望落空 但仍让往后泰勒斯的到来 各界引颈期盼 TVBS新闻赵立何一信高雄报道 新北瑞芳知名景点象鼻炎 原本他的鼻子断掉了 以为说会影响到当地的观光 没有想到最近在过年期间 他们的附近店家生意成长了一倍以上 从高处眺望新北瑞芳 蔚蓝大海旁边正是之前很夯的景点象鼻炎 日前因为受到长期侵蚀 被整片削平 鼻子崩塌沉入海里 但是像很落寞 看起来好像我的鼻子怎么掉了 大象鼻子断了 以为会影响生意 结果意外 激引人潮 过年的时间没什么影响 很少 起码有 蛮多的 蛮多的 人好多 可是变成海豚 人家说钓掉以后变成海豚 生意不减反增 店内满满的游客 都是专程来朝圣看看景要貌 连附近停车场都欺上新名字 衰吞君言 走近一看 不同角度看起来都不太一样 引起热烈回响的事 耳朵 眼睛再搭配岩石颜色 看起来确实跟水吞君几分相似 过年期间 游客出门走春 发挥想象力 不怕岩石断掉 没伤及 水吞的人气 不输大象 再创新景点 TBN新闻事件员 身份新北采访报道 另外看到的是新北平溪天灯节 将在2月17号及24号盛大的登场 不过今天也曝光了 6盏的20寸主灯 每盏造价50万元 20时的巨型天灯 老师傅用热气一一冲起 新北平溪天灯节 今年主灯抢先亮相 2024新北平溪天灯节 就要在2月17以及2月24来举办 两场大型的天灯释放活动 今年也是26年来首次制作 6盏20尺的天灯主灯 2月17平溪先释放4盏 分别取名为台湾世界龙还有虎 谐音寓意台湾世界龙后 紧接着24号元宵节当天 再释放两盏龙头 搭配龙珠的天灯 寓意双龙抢猪五龙迎春 这6颗天灯每颗造价50万元 老师傅拼完工不分昼夜 花了差不多一个月 然后局长跟我出这个难题 非常的困难 因为在制作的方面 就是眉眉咳咳咳 就是很难去拿捏 都忙到天亮 忙到天亮再休息 中午再起来 晚上再做这样 今年是龙年 那在前三年也都是疫情 那经过这个疫情之后 希望我们希望这个经济好转 那也可以带动相关的观光经济 另一头的台北灯节 17号正式点灯 主灯摆放位置藏玄机 观传局特地找风水师 看位置放在西门红楼前方 龙头对准台北本地 龙头的位置 道理上是要对准整个 整个我们台北本地 可以到这个地方更新 上学生一定会比较好 吸引龙年花尽心思 要带给市民好运一整年 TVBN新闻董优俊 谢文祥李宗泽 新北采访报道 至于台北灯节 在2月初已经登场了 每天都吸引满满的人潮 而这一次还有一大亮点 也就是使用了AI即时的翻译面板 迎接2024年节灯节活动 也跟着登场 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 都是西门丁的大亮点 以龙月光城为主题视觉 象征翔龙飞越台北 引领首都向前迈进 而这一回的灯节 还特别搭配上系统的升级 每年的灯节人都很多 那么除了有台湾的观光客 还有很多是来自国际的 包含了日本 韩国 还有欧美国家的观光客 那如果碰到问题 语言又不通 该怎么办呢 游客中心就特别加装了 AI即时翻译面板 只要对着这个麦克风 按一下 就会出现即时翻译 不管是韩文还是日文 英文 设定语言 对准讲话 就能够即时进行翻译 双向的透明面板荧幕 服务中心的人员 就算不会特定语言 也能够直接快速对话回复 新闻店的话是 就是外国游客都会到访的一个地方 那像是 现在的话是港澳啊 新马或者是一些欧美人士 都蛮多的 那近期韩国人士也蛮多 所以就是语言的需求就蛮大了 我们的人员的话 主要是以英文为主 所以可能会比较需要用到翻译机 翻译的一些工具 比较慢一点 或者是请求其他站的支援 AI萤幕我刚测试一下 感觉会蛮直接 比较方便 实现与外籍旅客 面对面无缝沟通的效果 引进的先进AI智慧翻译科技 不只能有效服务 来自世界各地的外籍旅客 提升整体的感官体验 同一时间AI技术也在展现台湾强大的科技实力 您好 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吗 那我切到日文 然后你再测试一次 我们是台湾的新创公司 然后跟日本的显示大厂合作的产品 效率上沟通上 就还有品质上 就远远强于过去传统的翻译比 目前的话是中英日韩四种语言 然后今年的话 我们会开始新增欧洲语系 西班牙语 法语跟德语 那后续的未来的话 我们还会再开发东南亚语系 研发至少两年的技术 目前已经在日本多处落地 台湾也有不少地方在应用 两地包括了商场 旅馆 车站 机场等等 而这一回30寸大小 首次在台湾亮相 未来的使用也预期会越来越广泛 2024确实是AI的智慧年 台北市是一个智慧城市 以前我们是透过传统的简介地图 还有一个口语上的行动语浮言的介绍 那我们这次结合AI 可以提供更即时 更多元 多国际化的语言 希望透过这一次 2月2号到3月3号的台北灯节 就结合传统跟AI科技的智慧的应用 吸引国内外的观光客 西门低游客中心是我们今年最事半的第一个点 如果这个广受到大家的欢迎 我们会在其他的11个旅游服务中心 甚至其他的这个公司部门 民营机构 北流 或是一些文化表演的团体 包括我们市政府的联合服务中心 惠民服务 旅游 观光 交流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 打通了世界大门 也要一步步用科技打破语言的隔阂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